女人有三个特征会更加忘夫,男人争着娶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人生最成功的一件事情就是娶到一个好的女人 一个好的女人在丈夫失落的时候陪伴着自己的丈夫度过难关 最好的女人是一个男人成功的基础 只有女人在家里做一个男人的后盾 那个男人在外面才能真正的经历风吹雨打 才能真正的闯出一片天地,无后顾之忧 当你仔细观察身边那些幸福的男人 他们往往背后都有一个忘夫的女人 我们今天所说的并不是从一些命理面向上去分析 而是从一个女人的性格去分析 什么样的女人会更加忘夫 我们从三个角度去分析一下 第一种,从来不抱怨自己老公的女人 我的朋友圈里有一个女人特别的有意思 在她的朋友圈里,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发一些文字 直接或者是间接地表达出自己对老公的不满 抱怨自己的老公不如别的男人优秀 抱怨自己的老公没有别的男人优秀 这是一个非常有可笑的事情 但是作为她的男人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伤自尊,非常伤人心的事情 婚姻基础是爱情,爱情的基础是互相欣赏 如果说一个女人一直抱怨自己的老公 从来不欣赏自己老公的时候 你让老公作为一个男人是怎么想的 这会非常非常伤他的心 真的好的女人从来不会抱怨自己的老公 或许会通过其他的方式让自己老公更上井 但是从来不会去抱怨 第二种,孝顺自己的公婆 好的女人一定明白 如果说自己无理取闹 老公夹在自己和公婆之间一定会特别委屈 所以说她从来不会让老公觉得为难 会孝顺自己的公婆 更不会在家里无理取闹 不会和公婆在一起的时候去挑刺 永远懂得孝顺公婆的道理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 孝顺自己公婆的女人 往往都是那些善良而又通行达理的女人 这样的女人以善良作为基础 自然能够在和丈夫相处的一个过程中 能够做到容忍豁达 给丈夫一个无形的力量 第三种,善良而又有涵养的女人 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都说 一个人或许是无散无恶 并没有绝对的对 也没有绝对的错 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 就是人和人之间存在着善良与不善良之间的一些区别 有一些女人天生阴险狡诈 诡计多端 心眼特别多 无论是和谁相处 从自己家人到自己的朋友 以及到外面一些不太熟悉的陌生人等等 都是心眼特别多 其实这作为一个女人来说 也是一种悲凉 但你仔细观察 不难发现 生活中真正活得好的 并不是那些心眼多的 而是那些善良的女人 所以说男人娶到一个善良的女人 也是自己的一个福气 真正优秀而又忘夫的女人 有教养 有涵养 相夫教子的过程中 都起到一个非常和谐 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榜样 这样的女人才是男人应该找的 有一句老话说得非常对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必须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 这样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 还需要具备这些特征 才能够真正的忘夫 所以男人们 如果遇到这样的女人 就好好珍惜 把她娶回家 等等 什么事